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是台灣的中立高商 然後我們的主題是人魚奇遇季 第一關主要呈現的是人魚搶救王子的情節 第二關就是因為人魚公主想要交換一雙雙雙腿 所以他必須跟巫婆交易的情節 第三關則是公主和王子在舞會上相約 然後第四關是因為王子想不起來他跟公主的相約 所以公主無法達成巫婆的交易條件 所以他就在海裡花成了泡沫 第一關是物理關 首先啟動的是以乾冰作為動力的水利船 然後推倒骨牌刺破氣球 氣球內的鋼珠就會掉落至天平上方 然後因為高低昌的改變 所以啟動洪溪現象 水會進入連通管內造成連通管的水位上升 所以造成了衛生紙的毛細現象 因為無法承受鋼球的重量 所以鋼球會掉落至軌道 啟動史特林進行 另一個鋼球會掉落至垂直圓周軌道 推倒骨牌 啟動補屬系彈弓 彈弓彈器推倒擋板 軌道上面是磁力槍 然後向下推 推到紅骨牌第一關結束 好現場開始 這邊是啟動天平 然後兩邊的軌道鋼球都會掉落 右邊會順著軌道下去 推動史特林引擎 造成燈泡閃爍 這是一個史特林引擎 對 史特林引擎主要是因為氣體的熱狀冷縮原力 這邊會推動補屬夾彈弓 差一點點 其實很不錯 然後這也是超硬骨牌 點火 稍斷免線 上面是過猛痠甲跟甘油的反應 這是消化纖維 然後上方是加熱小蘇打 產生二氧化碳氣體 氣體就會經著導管流入上方的九龍杯 造成壓力 所以上方的九龍杯的指示劑跟鹽水的容易 就會往下流到下方的九龍杯 對 你底下那幾個電源的主要的作用是什麼 下方的電池是接在燈泡上面 上方的指示劑流入 因為水會上升 痛觸到電線 所以形成通路 然後燈泡就會亮起 是不是一定要等最後燈泡還亮起之後 你的下一部位才會進去 不一定 只要一個可以啟動就好了 只要它喊就可以了 對 六個啟動一個可以啟動 所以現在已經開始往下流了 對 是相當順利喔 對 現在就已經到第三關 通過連接裝置它會移動 然後磁鐵下降的時候 它會通過電路 這是一個上層的磁鐵裝置 現在已經到第四關了 對 現在這也是第四關 上面是自製的湯匙風車 這也是過模山頰跟甘油的反應 然後會產生燃燒 燃燒仙女棒 仙女棒上面有綁棉線 中間的棉線是二氧化膜 二氧化膜會掉入雙氧水裡面 然後它催化的氣體會推動上面的鋼球 這是骨牌牆 就是它會整個 對 整個倒掉 很漂亮 這邊是接通電路是九星號 這邊是骨牌牆 漂亮 這後面是留著的 就是它 對 它是塔 非常漂亮 好 關卡結束了 好 我們熱烈的掌聲謝謝 跟著佩淳聖傑動吃動的表演